大家好,歡迎來到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 今天會去哪? 已經差不多整個月沒有在羅湖區到舖 想和大家一齊看看 現時羅湖區其中一個點就是向西村 大家一齊跟我來 向西村其實就在兩個地鐵站的中間 可以在向西村地鐵站9號線 在地鐵9號線向西村站出來 就可以見到黃色假期,黃色假期現在開了 再遊過去右手邊就見到小邦卡拉OK也都開了 我們現在就去羅湖,其中一個城中村向西村走一趁線 朋友都会知道这条食街, 今日我就不介绍这条食街了, 我想跟大家一起游走向西村入面, 有没有在向西村入面吃过宵夜, 走过,我们一起走。 前一阵疫情的问题, 不是里面的居民是不准入村的, 现在我就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入村。 很多朋友来向西村, 除了食街之外, 就很少进村入面逛逛,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逛逛。 围绕着在城中村入面, 就没有拆的意识了, 因为很多旧楼, 而向西村主要有向志的楼, 好像向桂楼比较高, 向库楼, 这些楼,八层楼, 都需要行楼楼楼, 是可救的。 但是很多在这儿打工仔都在这儿住的。 房价多少, 真是历史客人还是很多房? 房間形式約$800至$1000已經有了 你們是否未走進來呢? 為何我會走進來? 因為我會在這裏寄快遞 寄快遞很多地方都有 但寄文件回香港 只有一間必須要來這裏 即是我家 大家有否聽過向西大廈 前面的座就是向西大廈 比較新的 環繞著向西村 大部份都是這種農屋 在羅湖的城中村向西村都頗具盛名 因為很多朋友 會來這裏宵夜 向西村對出很多食館 村裏面的食館多不多 這條街 就是吃宵夜的地方 應該很多朋友都來過 但在這裏住 一般都是 外省來的打工仔 因為很多劏房 也很多農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來過哪一間 吃宵夜呢 吃宵夜的地方 Wen 屿 在裡面 一下 介绍一下这间凉茶,买一枝凉茶,这间凉茶开了三十年,我带着吧? 去湿的吧?去湿的,去湿的,下午三点才开,收夜晚的两点。 这间凉茶店是古传秘方,汇湿茶八元,净装十元,我买了一瓶回家慢慢喝,陈皮真材实料。 除了宵夜之外,这条街,还有很多收指甲,收脚,做按摩的地方。 好了好了,今天的分享来到这儿,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请点赞,留言, 未订阅我的朋友请支持订阅。 我未来这一两个月都会游走深圳各大区,和大家一起分享现时状况。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